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ly巴拉特 跟大家講講美國運通 American Express 或者叫AMIX 2023年第二季的業績 做得頗帥仔 亦都好過分析員預期 不過股票因為已經偷步升了很多時候 出完業績之後反而由175元 匯落到168元 大約跌了4% 目前過去幾天都是在這個水位 復庫沉沉 Wevenue 15.1 billion 按年就上升12% 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按年 Instead of 按季 因為美國運通 當你錄卡的時候都有一定程度的季節性影響 所以按季的參考價值相對比較低 可能在聖誕各方面的時候 然後假期就看得比較低 反而在其他一些淡貴的時候 相對來說沒有看得那麼瘋 Wevenue 升得那麼厲害 最主要來說就是利息收入 隨著 Loan Portfolio 上升20%那麼厲害 所以他的利息收入就有32%上升 息差也有一定程度的擴大 當然這個外壞帳都升了不少 去到1.2 billion 按季都升至14% 按年更加是由0.4 billion升上去 即是三倍這麼厲害 那麼在 %wise 外壞帳 由去年0.8%升到1.8% 雖然都是高 而且在第一季的時候 升上來1.4% 升上來1.8% 都有顯著的上升 在當中 不過這個數字比PCOA 2.2% 仍然都是偏低的 很難跟這個銀行 低於1%的外壞帳比較 利息的息差 你收別人的利息 各方面 運通都是比其他高很多 至於非利息收入 按年就升8% 去到11.9 billion 你看到它的Volume overall來講 升9% 當中 Travel and Entertainment 旅遊和娛樂 上升14% 其他的 一些普通的 購物 購物 各方面 升6% 你看到 COVID 結束之後 亦都有一個強勁 Go over and above 的上升 在當中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看到 US 美國那邊 那些消費力量 overall 升10% 但是 Generation X 和 Millennium 那些小朋友 有 21% 的增長 反而 Commercial 那邊 那邊 的Volume 僅僅升2% 看到 企業 Node Cut 都開始 雜固 雜固 你剔走 Invasion 的話 這個數字 可能是 Negative 至於 海外 市場方面 仍然有 17% 的強勁 增長 當你加上 利息 各方面 那些數字 在 US Consumer 升17% US Commercial 升7% 而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enue 升10% 在PCL 即是 外偉 剛才說了 在開支方面 11.1 billion 按貴 僅僅升1% 按年 都在說 升7% 最主要來說 當你是一闊三大 錄得多卡 的時候 你 來到 服務費 各方面 都會有所 增加 在開支上面 同一時間 很多的旅遊活動 出現的時候 有很多消費者 都嘗試用了 他的積分 以照 他的Service Expense 有40% 的上升 不過 Operating Expense 僅僅升5% 而且Marketing 跌了6% 這個也是 看到 幾健康的 當Wevenue 升12% 的時候 Expense 僅僅升7% 所以 Overall Earning Per Share 有12% 的上升 即使 Tax 輕微地上升 正確 都好 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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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 目前 2023年的 Outlook 估計 Wevenue 有15-17% 上升 即是 他仍然看好 第三和第四季 會繼續 上升 而 Earning Per Share 暫時 估計 11-11.4% 對比起 上年全年 2022年 大約 有12-14% 的升幅 同一時間 2024年 估計 Wevenue 繼續 有10% 上升 Earning Per Share 大約 上升 15% 擔心 會不會外壞漲 繼續上升 那些可能 要看多一兩季 才看到 趨勢 是甚麼 只要 躺平 在水位 現在這個水位 我覺得 都是OK 健康 尤其是 比PCOVID 低 至於 Wevenue 你看回 美國 加拿大 作為參考 消費力 的確是相對地放緩 而且 Travel Entertainment Amex 過去兩年 超級強定的 Driver 會不會 到2024年 沒有他的 如意扇門 打得那麼響 而有一個放緩跡象 畢竟你報復式 去旅遊消費 去到某一個位置 你都會 開始 雜固 又或者你不雜固 旅遊消費 但反過來 你回到 家裡 才會 抵护 各方面 再再都會 衝擊 Amex 即使 按季 按季 Lone Portfolio 仍然是 升5% 即是 over and above 我那個 的 expectation 但是 當你是 百上加根 的利息 負擔 尤其是 Mortgage 或者是 供樓供車 各方面 這些都可能會 令到 不少消費者 一些比較明智 他都會轉移 Pay down Credit Card 不會製造 Minimum Pay 當 None Portfolio 減低 即使 會令到 外壞賬相對 沒那麼醜 的情況 但是 同時間 會令到 利息收入 受壓 這些 都可能 是 Amex的 關鍵 再不要計 Technology 進步 會不會 PayPal Apple Pay 甚至Amazon 也好 有不少的 爭議 在當中 覺得 Amex 掠水 掠得太緊要 各方面 有一些新的競爭出頭 雖然暫時來說 完全看不到 這個會不會 純粹一個幾人休天 好像之前 也有不少這類型的 跌了下去 反而是一個機會 這樣 為何好 這些都是值得考量 的一些風險 但是我自己 就把我的 Target Price 由180元 微升到185元 所以 我自己 也都在168元 在星期六 還是星期日 講股票的 蓋放的時候 也有分享過 進入多一點 就是 我之前 在175 176 水位 丟貨 那些 補回 而 ENO4 技術 純粹賺 那些差價 就沒有真實 來看 情況如何 今天分享到這裏 分析能夠幫到大家 股票 自己投資 自己買 自己負責任 非常重要 所以 我自己的意見 而意 緊攻參考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今天 歡迎大家 like subscribe share BD巴拉托